文憑市今天开考的历史科引起了争议 教联会批评有考评局高级人员 将政治立场融入文憑市的试题 考评局暂时未有回应 引起争议的是历史科其中一条试题 问到有关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和日本 要求考生参考问题附带的资料 答是否同意1900到45年间 日本为中国带来的利多于弊 本身教中市的教联会副主席邓飞 认为考题淡化了日本侵华的伤害 不适合基础教育程度的中学生 就算日本人再做些什么其他帮助 所谓帮助中国人迈向现代化的措施 都弥补不了一个这么庞大的人命损伤 如果这个题目这样问的话 你叫同学去比较这些所谓的利弊 其实已经是不知道怎么比较 人命怎么比呢 觉得不要紧 日本人虽然杀了这么多中国人 虽然入侵中国 但是那又如何呢 原来他都好像做了很多好事的 实际上就是淡化了我们同学 对于日本侵华这个性质严重性 就会被淡化了 教联会说网上流传社交媒体截图 显示考评局平核发展部 负责历史科的经理杨永宇 和通识科的高级经理劳家耀 发布不少反对国家 违背基本法和仇警的言论 包括没有日本侵华 哪有新中国 教联会说震惊和愤怒 质疑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影响了史题 教协就认为有关历史科的题目属于开放式 不能够单以两个人在私人社交帐户 只是能够被朋友看到的言论 来判断是否有违反到操守 文建联就要求考评局懲署有关的人员 究竟该两位人士是否还适合担任这个职位 这是大家已经有非常大的疑问 也应该有恰当的懲处 以言入罪 发起是一个这么强烈的攻击 这些做法实际上振民事辱 教局回应说高度关注有关考评局人员 少言在社交网站发表不当的言论的报导 已经去信要求考评局严肃跟进 维护公信力和专业精神